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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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莫夫人在西茶館拖東西做 不要緊, 我來看你一樣 我叫人做了些衣服給你 你有沒有空 不如你跟我回去試試看合不合身 去你那裡? 是呀…來呀… 莫夫人, 沒有了 近來在西茶館拖東西做 如果我放下保養一個 好像不是挺好意思的 不要緊, 今天沒什麼生意 我也打算早點收店去找Jean 你不就跟莫夫人先走了 那謝謝你, 麻煩你 別客氣 桂蘭, 來吧, 來吧 你先坐下, 我拿衣服給你試試 你看衣服的顏色你喜不喜歡 如果不喜歡的話 我可以叫人做個給你的 喜歡, 很漂亮 喜歡就好 我多擔心你驗衣服的顏色 才會驗得太多 怎麼會呢? 還欠這些東西 欠些什麼? 那些飾物 你配合那些飾物才好看的嘛 不用了, 夫人 什麼不用? 那些飾物我特地買給你的 讓我問問春梅 春梅, 你在這兒等我吧 好 我… 我看見你, 你在這兒等我 我看見你, 你在這兒等我 我看見你 布包著, 爹希望你憑一半塊布 可以迎回你親生爹娘 你沒事吧? 你偷東西? 不是, 其實這塊布… 人裝病王, 你還沒學解釋 我早知道你有居心 只顧著我夫人, 我警告過你 不是 你不用多說, 你馬上跟我走 不要馬上過關 馬上, 馬上滾 馬上滾 桂蘭, 我找到了 老爺, 你回來嗎? 桂蘭呢? 桂蘭呢?你剛才還在這裡 我趕走了 你幹嘛趕走他? 他偷東西 不可能的 我親眼看到他還有假的 你經常只顧著找女兒 這個女兒我早就知道有居心 口甜舌滑, 你很容易會中計的 是你多心而已 防人之心不可無 夫人, 我勸你以後不要再見桂蘭 小兄弟, 我不要放女兒 我告訴你, 平安符 你帶穩它 它會保佑你的身體健康 平安大吉 我跟他特別有緣 我看見她就像看見小文一樣 三婆? 你怎麼會在這裡? 你還好意思問? 你偷了我的假裝,好,拿出來吧 三婆,我是桂蘭 我不管你什麼眼睛 你不看事,認親認識 快拿出來 三婆 拿出來… 媽媽…你幹什麼? 這個人偷了我的假裝 媽媽,你的假裝在家裡 在我家裡? 是呀,回家裡就看到了 真的? 真的 桂蘭,不好意思,弄壞你的房間 媽媽 是呀,走吧 快報呢? 三婆 桂蘭… 幹什麼?你早得上戲不接下戲 三婆,你剛才進去我的房間 你有沒有見過我的半塊布? 那個半塊布 什麼布?我什麼時候去過你的房間? 那塊布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都說我沒去過你 又怎麼會拿到你的布呢? 你自己有沒有穩定一下? 我已經很清楚了,我又不見了 那塊布,我都說沒拿到我的房間 就算這些都找到我的房間 也一樣是沒有的 不是你三婆,你想清楚一點 你會不會放在哪兒… 沒有呀 你想清楚一點 阿桂蘭,我的媽媽記性是怎樣的 你也知道的 我想你再問也問不到了 要不然這樣,我跟你回家幫你找清楚 算了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找的 阿桂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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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用的是長青 阿桂蘭 ,你想要和他們沒有 地點 不過地點 是否你們都不想我拍回親生爹娘 為什麼… 桂蘭…你發生什麼事? 沒事 你還說沒事? 我認識你這麼久都沒見過你哭 怎麼會這樣? 都說沒事了 告訴我吧, 或許我幫到你了 你幫我?你怎麼幫? 現在來個天都不幫我 他們根本不想我和親生爹娘相應 你說什麼一個人? 你別說了,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怎麼整個泡沫味道? 你是不是焗焦東西? 桂蘭, 你今天幹什麼? 你是不是不舒服? 沒事 整天早上神不守舍, 你真的沒事? 真的沒事?寶姨 我有時間我弄另一個 不用了, 現在這樣了 你出去幫我招待客人 寫吧… 對不起, 我老婆幫你們抹飯 你幹什麼?整天早上都失敗 真的沒事, 寶姨 我幫你撿飯吃吧 不用了 要不就這樣了, 你出去幫我買點東西 對了, 廚房全都沒糖了 讓我幫你吧, 寶姨 小心點 對了, 怎麼這麼不小心打破你? 桂蘭沒有來幫你掃嗎? 不小心的那個不是我, 就是桂蘭 她今天打破射一樣東西 今天不知道幹什麼 好像很多心事似的 整天早上神不守舍 叫她回家她又不肯 飛鴻, 你和她這麼好朋友 不如你嘗試開解一下她 桂蘭 莫夫人 我剛才想去西茶館找你 找我? 上次你不出口, 跑了去 我很擔心你 對, 其實… 我知道, 我知道我們老爺對你有點誤會 可能還對你說一些很難聽的話 其實他也是怕我被人騙才會這樣 你不要放在心裡 怎麼會呢? 真的? 你知道嗎?你這樣走過去 我心裡不知道多不安心 你放心吧, 我沒事的 那就好, 未來的十五 你要陪我吃齋的 是呀, 我還要幫寶姨買點東西 不如下次再聊吧 那我不妨礙你了, 你記住吧 我先走了 好嗎? 娘 莫夫人是你娘? 你怎麼會在這裡? 沒以為你是神不守舍, 我來看看你 我哪有神不守舍 昨晚我見到你, 都覺得有點問題 原來你找回娘了嗎? 你別胡說 我別胡說 剛才甚麼都聽了… 既然你知道她是你娘了 你怎麼不跟她相認? 怎麼跟她相認? 難道她說, 爹娘, 我就是你親生女兒 就是這麼簡單, 你就是嘛 你知不知道, 這幾年來 很多人都知道你所說 就是跟你相認, 結果怎麼樣? 我真的不想她們, 以為我是貪她們的錢 那會不會有甚麼證據證明你是的? 有, 本來是有的 是一塊有半個意志的強暴 但現在不見了 不見了? 這麼重要的東西怎麼可以不見? 有沒有找清楚? 我去全家屋都不見了 會不會是有甚麼人拿去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可能是三婆 不過算了, 她連來我家房也忘記了 算了?你這麼難得才找你爹娘 就這樣就算了? 那不算了可以怎樣? 就照直跟她說, 說你是她的女兒 你想想, 莫婦人經常因為找不到我女兒 而不開心 她平時這麼疼你 更何況, 你可能是她的女兒 難道你忍心一個這麼疼你的人 不開心嗎? 真的就這樣說就行了? 我只知道, 沒試過就一定不行 走吧你們 我還想叫莫老闆… 我還想叫莫老闆 走… 你別在這裡, 放著我 莫老闆不去見你們 走吧 走… 走… 我都說到 莫老闆 快走 莫老闆, 莫老闆, 莫老闆 莫老闆, 來了, 真的好 莫老闆見到你 桂蘭, 快叫爹 爹 我不是你爹 莫老闆, 她真的是你女兒 你們有甚麼證據說她是我女兒? 我對天發誓 我一順德找她回來 順德? 我女兒不是順德不見的 趕走 莫老闆 莫老闆, 幹甚麼?還不出去? 你聽不見嗎?她才入圍為主 她覺得是人都是白狀的 說甚麼都聽不進去 那是莫老闆, 你不是嗎? 她不相信我的 我跟她說幾次 沒試過就一定不行 走吧 又是你? 你們在幹甚麼? 莫老闆, 她就是你的親生女兒 王妃, 王妃 她有證據的 我讓夫人撿我回來的時候 就用那半塊麵粉布包著我 當時我還有留下的 那個寫著二字的上半個 其實那天我在莫夫人的房間 看到那塊布 再跟我自己的布相拼了 就是一個二字 那那塊布呢? 原來我在, 但現在不見了 那就是沒有了 這麼多人不認, 你說的故事是最好聽的 你見過我夫人的那半塊布 知道這麼多事也不奇怪 我不是不認的, 我是真的 真的, 莫老闆 我保證她真的沒有說謊 她真的不見了那塊布 保證, 你見過那塊布嗎? 我警告你們兩個 不要打個莫天駱的主意 如果不是, 我對你們兩個不客氣 莫老闆… 我們別說謊, 她真是你的女兒 桂蘭 桂蘭, 你別這樣 我已經說了不去 或者讓莫夫人出來 都說不去, 沒用的 桂蘭, 我們讓莫夫人出來 莫夫人這麼疼你, 她一定會聽你說的 你剛才聽不到嗎? 人家叫我不要打莫夫人的主意 她根本就不相信我 我們再嘗嘗, 或者可以 或者什麼? 要是最壞還是你, 幹嘛叫我去? 我只知道對的事, 我們應該要去做 夠了…我的事你別管, 瘟神 桂蘭 你以後別再管我的事 我沒有讓人都是這樣過 我只有我而已 三婆… 是你嗎?你怎麼走來? 是不是又想搞我的小媳婦 信不信我又去告訴你爹 三婆…不是, 我專誠來找你 我想你幫幫幫我 幫你? 三婆…你想想 你之前是否去過中二堂桂蘭的房間 你有沒有看過一塊布 上面寫了一個二字的上半截 我何時有去過什麼中二堂那裡 你這些年輕人這麼沉悲? 三婆, 那塊布很重要的 你想清楚吧, 來吧, 麻煩 真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那…我帶你去找吧 走吧… 三婆, 你是不是真的站在這裡? 我不是在這裡嗎? 不信你, 你就別找吧 不是不信 三婆, 這次是真的嗎? 是呀, 我來過這裡的 那天我去完媳婦仔樹 是呀, 那我就來過這裡了 那你自己慢慢找吧, 我先走了 也好, 那你很想走 去吧 等 我要來過這裡了 有耶, 你們先走 你還好嗎? 好, 我來過散 你快過不見 然後吧, 哪有 來…那邊的鋼鐵石頭 三婆 怎麼你弄成這樣?進來吧 你先別管我,你真的想清楚 那塊布究竟在哪裡? 你別管我,你別管我 你真心想,那塊布究竟在哪裡? 我…我找遍整個樹林都找不到 你找到現在還要找嗎? 是呀,你想清楚一點 究竟在河邊,在山邊,在樹林 還是哪條街? 那塊布對你真的這麼重要嗎? 不是對我重要,是對桂蘭重要 如果她找不到,她認不回爹娘 這麼重要的事,你就早點說吧 你們說話總是不清明楚的 那你就快點想想吧 你叫我想?我真的記不起 我去那邊,我放了去那邊 不如這樣吧,你和我出去逛逛 讓我認認一下地方 或許我會記起在哪裡 那快點走吧 三婆,你想想是不是來過這裡 這… 你快想想,很重要的 怎麼樣?是不是在這條街上? 又好像是來過這裡 那跟著去哪兒呢? 跟著… 怎麼樣?去哪兒呢? 我覺得肚子餓的,我肚子餓 我去過麵當… 麵當? 去過麵當 跟著怎麼樣… 跟著,是呀 你慢慢來…想清楚一點… 我來這裡 你來到這裡之後,然後幹什麼? 跟著… 你想清楚一點,很重要的 好像去過山邊 山邊,哪一邊… 山邊? 這…是這邊 那邊 媽媽,一早就去哪兒 我去哪兒 媽媽 慢著臉 你有沒有見過我媽媽? 黃飛鴻剛剛跟她一起走了 黃飛鴻? 怎麼樣?怎麼樣? 我…我認得了,我是來過這裡的 你來這裡幹什麼? 行山還是神運? 你快想想吧 我來這裡 我記得了,我上山找寶藏 寶藏? 怎麼樣?三婆娘,在哪裡? 你別吵了 這些事我不是隨便跟人家說的 你知道有很多人心術不正的 你就在這裡等我,我自己去找就行了 川橋別偷看,你… 你快點 是呀,行了,行了,不要偷看 行了…你快點 不要偷看,看了 好 三婆娘,找到了嗎?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三婆娘,找到了嗎? 三婆娘,找到了嗎? 三婆娘 你別吵了 三婆娘 黃飛鴻 你看在哪裡 讓我來吧 你走啊 我找到之後不偷看 最多… 你別偷看 三婆娘說讓我來吧 你別這麼聰明 黃飛鴻 三婆公飛鴻,你欺負我嗎? 你拿了軍還想打我嗎? 你別吵了 你別吵了 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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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到了 三婆 你怎麼樣 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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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怎麼樣 你快去看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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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看進去 黃飛鴻 黃飛鴻 你沒事吧? 怎麼樣?你弄一腳嗎? 別說這麼多 親手交給桂蘭 快點 你別管這麼多 很重要,走 你快去看 親手交給他 桂蘭,你不是去西茶館嗎? 為什麼跟我走這邊? 我先去西茶館 桂蘭 你這幾天發生什麼事? 像黃樂魄一樣 我說沒事 我們是好姐妹 你有什麼事儘管說出來 我看到你這樣,我很擔心 我… 桂蘭 桂蘭… 對了,是這塊 我終於找到這塊布了 桂蘭,這塊布呢?其實… 謝謝你,杰 真的謝謝你 這次全靠阿堅幫我抹這塊布 我終於可以和我親父爹娘相應 大家去找他們 夫人 老爺 你不是說今天去吃齋嗎? 為什麼還在這裡? 我晚一點就去 桂蘭在西茶館很忙 未必這麼早可以去大廟 你又約了個姑娘? 我說她手腳不乾淨 不是,我總是覺得桂蘭不是這種人 夫人,你太容易心軟了 你不要妨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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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幹甚麼?我已經警告過你了 老爺 老爺 乖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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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師兄, 什麼事? 我沒什麼, 我不想跌倒的 你沒事吧?痛不痛? 沒事了, 爹和我敷了藥好多了 不知道你怎麼會弄成這樣 現在兒子跌倒了, 你還罵他 對了, 有沒有見過桂蘭? 有, 我剛陪桂蘭找她親生爹娘 終於認回了 是呀, 真是要恭喜她 真是說得沒人相信 原來桂蘭的親生爹娘 是莫老闆和莫夫人 她現在去找玉如姐 遲些人會搬回莫家住 這個桂蘭算是奇女子 一時就女扮男裝 一時就變成千金小車 真想不到 原來桂蘭就是我們的老闆女 幸好我平時和她的關係都不差 蘇, 你又想走聰明 做人只要腳踏實地 靠自己實力, 不可以拉關係 對, 飛鴻就說得對 這次桂蘭找回自己的親爹娘 我們應該替她高興 做人不可以每件事都為了自己著手 知道了, 黃師傅 我會隔踏實地, 努力做事了 我從來這一輩子 都不可以跟親生爹娘相應 這次真是幸好阿堅 幫我找一塊布 那你好好感謝人 很感謝你, 姐姐 謝謝我幹什麼? 又不是我幫你找一塊強布 如果你不是為了我 你也不用留在燕川台的地方 說這些幹什麼? 我們是兩姐妹 我聽你說, 莫夫人這麼疼愛你 我真的放心 什麼事?桂蘭 沒事, 姐姐 爹娘他們很疼愛我 他們會對我很好 我們會很開心, 你也一樣 為什麼這麼晚還沒回來? 春梅 你累嗎? 什麼事?夫人 小姐的房間收拾好了嗎? 收拾好了 記得打掃乾淨一點 日用品準備好了嗎? 我現在去打點 夫人, 你已經忘了整個下午了 你累不累嗎? 要不要這麼緊張 什麼不緊張 等了這麼多年才找回女兒 現在搬回來跟我們一起住 老爺, 我覺得你也不著緊 你不想見回女兒嗎? 怎麼會呢?我現在想見回女兒 不過時間, 大家一起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樣 我知道 之前你害怕桂蘭騙我 還對她說一些難聽的話 現在知道她是我們的女兒 你不應該再懷疑她了 你要好心好氣地對她 好, 夫人, 我知道怎麼做的 你放心 小姐回來了 娘 女兒 爹 這麼多年來 娘都沒有好好照顧你 娘真的對不起你 夫人, 你別這樣 以前沒找回女兒來走 現在找回你又走 好身體嘛 人家太開心 我帶你去看你的房間 走 她三個小翠小碧小桃 你們三個以後好好服侍小姐 是, 夫人 你們三個先出去 有事會吩咐你們 是, 夫人 桂蘭 阿蘭, 你有什麼要求 你儘管跟爹和娘說 知道嗎 娘, 其實我馬上有個要求 什麼? 我之前不是跟你說過 我姐姐, 我至少跟她相依為命 如果沒有她, 就會沒有我 所以我希望你們替她贖身 贖身? 她是誰?為什麼事替我贖身? 我養父母死的時候 我只有十四歲 那時候阿姐為了籌簾葬輝 和養我 被迫賣身去獻春台 什麼?獻春台? 阿姐她賣一筆賣身的 無論如何她照顧你這麼久 正所謂得人恩過千年紀 更何況她養大她 我們應該好好報答她 老爺, 你說是嗎? 我會處理 謝謝爹, 謝謝娘 老闆, 玉魚姑娘來了 玉魚姑娘請 玉魚, 見過莫老闆 玉魚姑娘, 這次我約你來 是想好好問清楚 你是什麼時候 和在哪裡收養桂蘭? 毛老闆 桂蘭並不是玉魚收養 而在十八年前 我爹和娘 在潘如河邊撿到桂蘭 我們一直留在潘如 後來因為我傷身不幸世世 我和桂蘭就相依為名 輾轉之下就來到佛山這裡 難道莫老闆 對桂蘭的身分有所懷疑 玉魚姑娘, 你千萬不要誤會 這麼多年來 不知道有多少人前來武營 我只是習慣問多一聲 看來玉魚多心了 既然桂蘭是莫老闆的親生女兒 她這次能夠和你一家團聚 我真的很開心 對了, 莫老闆 不知道你今天約我出來 還有沒有其他事嗎 是這樣的, 桂蘭想我和你贖身 這是桂蘭的心願 我做爹怎麼會推遲 這個四百兩, 收掉它吧 四百兩?不用那麼多, 莫老闆 我知道, 桂蘭跟我說過 你欠欠春台二百兩 剩下的, 作以後的生費吧 不過我還有一個要求 什麼要求? 我希望我和她贖身後 你馬上離開佛山 以後不要再和桂蘭羅岳 為什麼? 桂蘭現在身分不同了 如果再和你羅岳的話 一定要對她有影響 對不起, 莫老闆 這張銀票我是不會收的 我知道我要求過分中 但是我還是為桂蘭作想了 希望你會免費 我明白 我明白 我一直以來 當桂蘭是親生姊妹一樣 她這次能夠和你相應 我真的替她很開心 但我希望你明白 我不是賣妹 這張銀票我無論如何都不會收 希望你以後好好對桂蘭 好, 再見 凡司理是莫老闆身邊的大紅人 連他也信頌你大師兄 以後有很多世界了 我想師父這次一定很滿意 凡司理只不過是我們的踏腳石 我的目標是能夠埋到莫老闆身邊 所以以後你們做事一定要小心點 知道了, 大師兄 一位神功二位弟子 我們要打一聲十二分精神的 大師兄, 我們替你乾杯 乾杯… 乾杯, 大師兄, 乾杯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 沒事 沒事的人不會哭不成這樣 是不是有人欺負你? 我可以幫你出頭 要怪的, 就只要怪獄於命苦 為什麼這麼說? 桂蘭認回她的親親爹 我應該很開心之下 但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失去桂蘭你一個唯一的親人 原來你們怕失去了桂蘭 其實不會 你們兩個的感情就像兩姐妹一樣 而且我相信桂蘭不會是這樣的人 我知道桂蘭對我很好 沒有, 但是莫老闆 她認為我出身不好 她給我錢 叫我離開佛山以後都不要見桂蘭 但我沒有答應她 我也沒有收她的錢 因為我不想人家覺得 我被桂蘭跟她相認 是為了她的錢 但是…不只擔心失去妹妹 我更加擔心桂蘭以後 在莫家很難做人 我始終都覺得 莫老闆還沒相信桂蘭是她的親生 這層你更加不需要擔心 我相信莫老闆 只不過一時之間接受不到找回女兒 到那時候她一定會很疼桂蘭 是 姐姐, 來了很久 姐姐, 為什麼你不肯殺我爹的錢 你不是想做法屬身嗎 你先不要緊張, 坐下再說好不好 姐姐, 我們不是一直都想離開影春台嗎 姐姐 是, 但我不想你爹或其他人 覺得你因為她的錢跟她相認 為什麼你這麼說? 是不是爹說了什麼? 沒有, 莫老闆他很好的人 我看得出他很著緊你 姐姐, 你不用理人怎麼想 不如先來開影春台吧 怎麼可以 你更辛苦才令莫夫人和莫老闆 相信你是他們的女兒 如果你一承認她 就要他們為你花一大筆錢 來幫我贖身 真的不是太好的 我真的不想我住大屋高床暖枕 你就留在燕春台受苦 這一層你不用擔心 阿燕姐他們 一知莫老闆是你爹 他們對我不知多客氣, 多欠恭敬 他們還花盡心思來巴結我 你不用擔心我 他們一定不敢為難我 謝謝 謝謝 桂蘭, 姐姐不是不讓你幫我贖身 但是先遲一下吧 等你和你爹娘相處久一點 建立好感情 我們就遲些再說吧 是 大人 大人 好 小姐姐 不見 是我 人手我闯 似尺手河浪 合拍心 我为人 毫无心 意众生 你拍火 我是我